我刚试过的时候没有插油 我就只有他这边附的 从委托行开春餐车市集的 香烤干贝 香肠蛋饼 摇烤披萨等创意美食餐车 吸引满满的人潮到委托行同乐 到基隆市议会新春团拜 同样首次邀请创意摇烤披萨 餐车参加 团拜的点心美食 更是邀请由基隆在地知名面包店 第二代年轻老板展现创意外汇料理 虽然是外汇 却用摆设和美食甜点 营造出不一样的精致优雅外汇气氛 满足色香味俱全 让人食指大动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总是特地创造机会 邀请各方年轻老板的餐车美食 或是外汇到现场 呈现不一样的创意美食料理 鼓励年轻人会想打拼 也让大家看到年轻老板们 努力创意打拼的成果 那我们从2017年开始 透过一群青年朋友 大家一起来做地方创生 振兴委托行 振兴委托行我想不是口号 我们这么多年来 陆陆续续的培养了非常多年轻人 在地创生创业 那也非常成功的开发出 非常多的新的产品 那委托行过去是老基隆人的记忆 也是曾经基隆人的这个风华岁月 那我们重新再翻转它 透过这样子的模式让我们的街区再造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 我们委托行的这些创生创业 希望让我们的商圈可以更繁荣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你没有来过委托行 就代表你不了解记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一起投入 我们的地方创生 像是摇烤披萨老板原本从事科技业 因为喜爱摇烤披萨 因此改行投入摇烤披萨餐车 通知委强调不管是美食或是其他工作 给年轻人机会展现各方面创意努力成果 就是给国家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